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所以小酒窝算是告白的情分 我觉得真的要感谢Hibi 首先她来看我的演唱会 听说她怕高 但是还是 就是愿意上来 我觉得很开心 真的能够算是一生难忘 所以你希望她真的可以成为裴米之豆漿游戏 我们就是 我觉得现在还是朋友的状态 所以我也没有去想太多 我觉得还是顺其自然啦 就是大家还是当好朋友 然后有缘分的话再看怎么样 真的在期待她的爱啊 因为我爱这么多人家嘛 你们不是走了吗 你们还在啊 没有我觉得对她一直都是很欣赏 然后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棒的艺人 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女生 我觉得两个人当然我觉得 必须还是要看缘分 必须还是要看机会 我觉得我也不会觉得 这个东西一定要去抢秋或什么的 两人现在看来是有达以上 恋人未满 和Hibi一起坐在秋千上的JJ 不知感觉如何 那时候就是一种紧张吧 对啊 一种紧张 我觉得不可思议就是 她愿意真的在我旁边当秋千 所以好开心 心跳真的有很快吗 应该停下来了吧 林俊杰对Hibi大有好感 在娱乐圈里已是众人皆知 而林俊杰去年遗憾落榜 第23届台湾金举奖后发表微博 表示自己的难过之心 不久Hibi就正面给予对方回应 这样的回应当时已令所有人浮想联翩 而经过这一晚的真情流露 不知两人会不会捅破那层窗户 时给大家一个惊喜呢